首先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要看哪里是不可以做的啊 首先猴结这一块,我们是不可以做的,猴结 那这下猴这里没关系 嘴角大概一个手指的,就是一厘米的地方 包括这整个中间也是不做的 整个中间这上来,包括我们的印堂,我们也是不做 耳朵这里,一个手指的地方也是不能做的 眼眶里面也是不能做的,只要是眼眶里面都不可以做 太阳穴这里也要避开 如果这里的一个眉尾在上方,这里的血管很明显,它这里也不能做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画一下线 如果有想画线的人,也可以稍微画一下线 画线的时候,首先先从BE到我们这个耳朵上方这里 我们来画一下啊 如果不是很熟的人,可以稍微画一下 熟的人就不用画了 那这里的话是一条线 这底下的话呢,也算是一条线 这底下的话呢,也算是一条线 我们在做的时候,一个嘴角这里,我们是不能做的 太靠近了,不能做 那我们在做出来的,它的长度 长度是大概有25毫米 所以我们在画,比如说这里 这个画上来 这个画上来 一条,两条 那这里有的人比较宽的,就可以再做 这个,要小心点 眼眶,遮下面 这里的,一下直接提拉上来 但是太阳穴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做的 太阳穴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稍微盖一下这里 这里,这里如果血管很明显的 我们也是不做的 所以基本上上方额头 我们就提这一块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屏幕 屏幕,点进来 点一下这里 没有头,安装上去的时候 它就是会有声音 那我们用的话,先用4.5 把它装上去 压进去,扭紧 那我们在这里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 比如说你这里 它的四行数 这里调一行 一行的时候 为什么这里写数会有两行呢? 因为这里我们的密度太密了 太密的话 你打的时候 那痛感就会很疼 那系统会自动帮你生成两行 所以这里密度 我们稍微调细一点 这里是行与行之间的密度 这里 按正常来讲的话 你可以调到1.1或者说1.4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是点一点之间的间隔 点一点之间的间隔的话 这里的话 一般调到1.2到1.8都行 1.2到1.8都可以 那一般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调到1.4 这是能量 能量的话 我们可以先从0.3开始 如果顾客觉得很痛 那你可以适当调低 没感觉可以适当调大 在这边的话呢 9950是代表他剩下的寿命 这是应该每个头应有的寿命 这是打一行的意思 这个是一行里面有多少个点数的意思 然后这是他的那个编码 不用管他 按开始就行了 然后这里的模式就是 这是快速出点 这是慢的 一般用慢一点会好一点 先按暂停 选择出光的模式 出点的模式 然后按开始 做之前要在脸上涂凝胶 因为他出来的长度就有这么长 然后呢 如果你是打一行的话 他的点是在这个 这一个黑色的 这个中间的 睡上完一点 上面已经按了准备 这是能量输出的开关 手稍微提一下 我们尽量在做的时候 这个黑色的对准在这个框里面 打一发完之后稍微移一点点 压下去稍微往上提 里面打完之后 稍微再移一点点 移完之后再按上面的按钮 移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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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成感 数换之后 移完之后 锁 电子 移完之后 一定要紧贴皮肤 一上来的时候要看这个黑色的对准鼻翼这里 然后再停止 那这是我们这一排打完了 那我做第二排的时候 我觉得它打得太慢了 那我可以让它的行数 那我可以让它的行数 一下子打三行也可以 或者说打四行 打四行也可以 一下子打四行 打四行的话 那我们移的距离就要 移的距离就要多一点点 因为它是要打这里面全部的 因为一排的话 它只显示这里 一点点 可以听到它里面的声音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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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打四发 时刻问一下顾客有感觉吗 有 如果顾客还能接受的话 我们还可以调能量再大一点 有能力的声音 对请认识 看看这个声音 那么慢点 你还要打得竟然 就能接受的话 把声音 得出多少 火 我们前面这里可能会稍微有点点翘 这里翘没关系 主要是两个黑线中间 这里要紧贴皮肤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重叠 重叠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那个长度 有时候重叠我可以把这里的长度降低一点 稍微斜一点点 可以把这里的长度降低一点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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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皮肤不是很松弛的人 我们一般打一遍就可以了 如果皮肤很松弛的 我们可以再来第二遍 那我们在做4.5完之后呢 我们要换3.0打 3.0打的深度跟4.5 是不一样的 3.0打的 刚刚这下面的这两个半 我们打法跟4.5打的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我们3.0的话呢 我们多打了一下我们的眼周 还有我们的细纹这里 还有我们的额头 能量 我们这里的行数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行就好了 这里 行与行之间大一点 然后点一点之间可以调到1.4 长度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打过去的时候 如果太长了肯定不行的 我们打的长度要短一点点 我们调到一半 调到13 那它打的时候是到这里 那我们出点的方式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是从哪里出来 那我们出的点的话它是从这里到这里的 这边是没有的 是在这里 这是打的长度 记得 1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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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也是先从03开始就可以了 点慢一点 先暂停 慢速出点 然后按开始 自然温暖停 就会跳过来 怎么再按慢一点 等一下 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打一下看一下顾客能不能接受 可以接受吗 眼部稍微松弛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打 从这里打过来 让顾客 不要动,闭好眼睛 这里提一点点 上来 如果客人的话,太阳现在是在这里 我们打的长度13毫米 那就不用担心它会碰到太阳穴的这个地方 虽然它这么长,但是它打的话只有这么一点 它这么长的长度在这里 再重复一遍 打完这里的话,我们要打额头 因为额头有时候没有那么平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分两段来打的 然后再打一遍 再打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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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另一边 可以适当的打重复打两遍 如果很松弛的话 两遍的三遍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做完顾客皮肤有点红的话 保持凝胶敷到它 它没有红慢慢退去就可以了 然后凝胶刮干净 给它敷面膜就可以了 一个星期之内的话呢 它皮肤是稍微有一些酸胀感的 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要多补水 忌口就可以了 OK